- 新鮮店的新鮮店 - 新鮮店的新鮮店 - 新鮮店的新鮮店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我現在呢人就在 我跟謝老闆買的小套房裡 但是你有feel到整個感覺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已經裝修完了 然後我準備要跟大家開箱 裝修後的樣子 我等一下會再解釋 我到底做了什麼 全間壁紙私處 對 天花板拆掉 地板想鋪 鋪地板 然後一間廁所翻新 無具把它翻新 細白色然後換 換水龍頭跟把手 然後實力控在補牆 好啊 再來 廁所裡面有要 載電或行 那是因為我怕那個 這個不好看 所以要做一個冷氣架 好 它就不會有這個液體 好的 包括這邊有一個出水 對對對 這個都裝潢起來了 好 意思就是它會有一個背板 好啊 做一個背板 然後它的管路 桶管跟出水都在裡面 冷氣這樣掛在上面 就不會看到你說的 這個很激熱 好的 今天是開工後的第幾天 幾天而已啦 因為他們已經把那個 都拆掉了 看不太到 拆掉了 然後天花板也拆了 然後我們就來 組裝一個廁所的禁櫃 因為我們要趁著它廁所 弄好的時候 順便幫我裝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買了一個 IKEA的禁櫃 然後組裝好就放在這裡 等他們來幫我安裝上去 好喲 然後我還買了這些 knocks for我的廚房 的櫃子 然後還有一些掛鉤 打開 你這一個 你這一個也可以打 哪一個 這一個 我的屁股好像有一點大喔 這樣 兩個 欸 扣難的 啊 組裝工人 我這個要在裡面啊 你這要在外面 什麼啦 一個是在裡面的 這是在外面 一個就是要在外面 所以你是在用哪裡 我是在用外面 哪一邊 這樣子 所以我是用外面 行喔 唉唷 這很難耶 我來講 我去講 我看你 這 case 我來講 用外面 我看你 你可以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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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天花板都就是有重新拆掉 然后再重新涂 电箱也有重新涂过了 然后厕所的部分 我是整间都翻新了 全部打掉 重做这样子 地砖 壁砖 馬桶 洗手台 禁柜 也都是新的 这整个feel就很像 我跟谢老板在香港的家 我们用那一个家来做example 然后再做这一间 然后 水槽就是 很一般的 半角 水槽 然后我们只做了半个玻璃 挡水的 然后还做了一条 挡水条 就是让水不要喷出来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没有做拉门 因为这个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然后里面就是 就是有 装潢他们附的 脸蓬头跟 卫浴 然后这个是我在IKEA买的 这个 装 洗漱用品的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挂钩 然后这里我就弄了一个毛巾架 这里还有两个 小挂钩 可以挂一些 要穿的衣服啊 然后门的左边呢 就是我们的小厨房 给大家看一下全貌 长这样子 灰色白色为主题 然后这个柜子之前剩下来的 我就只是叫它漆一层 灰色的漆 然后买了这个IKEA的这种手把 就看起来很OK了 哇 然后这里呢 就是这里其实有壁砖 这边也有 左右都有 但是我不喜欢壁砖 所以他们就帮我涂了一层 披土 上油漆 就跟平常的墙壁一样 然后这边呢我铺了那个 铁道砖 所以就好像很有质感这样子 比我想象中便宜 然后这里是之前有一条木头 我就捡它漆成一样的灰色 然后这个呢 比较丑一点我就没有换 因为装修的人是说这个好像还是可以用 如果这个拆掉的话整个都要拆掉 所以还是留着好了 底部这边也漆了 但是你看到它其实已经有使用过的痕迹 但是 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啦 但是把它漆成灰色就已经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是买中古屋的话 你也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柜子拆掉 也可以像我一样漆一个新的颜色 然后换一些金属的手把 就可以整个feel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厨房 灯的部分呢我都是买一样的 四个灯我都是买一样的 然后我就是买比较简单 自然光的 我没有选黄光或白光 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的地板 地板是选择超耐磨地板 看一下 就是 其实近看质感还蛮好的 上了油漆跟铺的地板之后 整个空间就感觉超不一样的 大家看得出来我们有跳色吗 下面是灰色上面是白色的 做一点点跳色的感觉 然后窗帘我是做比较高一点 大概235cm高 好开心终于做完了 其实我的工程大概只有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完成了 我觉得是还蛮快的啦 我还蛮推荐 在南部需要装修的话 也是可以找我找的那一间 他们都还蛮快速的 就是很适合 如果你是要当房东的话 装修你的中古屋 他们都还蛮有经验的 下一步呢我就是要等 沙发道 然后买床跟衣橱这些家具 然后还有装窗帘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就可以看到我怎么样 布置这间小房子 然后我们应该 这个周末会来清一清这间房子 装上软装 就可以出租了 耶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还想看更多居家设计改造的内容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币小编 我们下次见 拜拜